我們面對政府今天在海外的這種民意的非常堅定的存在的風險 把握我們海外操作的這種不達性的活著的困難性 同時的基於我們成長現階段的生命與無關的標誌 我們認為目前長在海外的基礎的任務是在於全部政府的發展 不能調節的這個力量來打出共和的平衡 凡是分子分子的活動來延續條件的分享 從而號召台外的基礎第三次大之後 來支援我們的固執來申請反共共和共生的制度 在辛亥真面前後 台外的基礎第一次做一個發規模擬之後 來支援我們的固執真面 來申請辛亥真面前後 這個參戰的前後 台外的基礎方面 做第二次的這個大結構啊 在這個神經典的這個領導之下 就是喝著看看 誰能啊 喝著大部分來這個 通常參與談判 這第二次的這個大結構啊 這第二次的這個大結構啊 也珍惜了我們抗戰的最後的這個領導 現在海外的基礎包正在做這個第三次的這個領導 這第三次的這個大結構啊 也一定是可以珍惜了我們 反正後的反正的領導 最後的這個領導 在今天下午的會議中 也就張寶樹秘書長的掌握工作報告 大陸工作會 余秦蘭主任和海外工作會 陳毅希主任等的工作報告 做了熱烈的討論 大家踴躍發言 先後花言的有何景賢 黃文堯 華不平同和周天章等十多人 他們分別強調經理建設的重要 呼籲不要曾有依賴外人的經理 應該堅守原則 治理治療 對於各地方的建設 應該運用組織的力量 援助地方政府加速地方的發展